你就是第三回的對手嗎 都是一堆閒人呢 來 打倒你就結束了 再把黑幕給宰了 還是老樣子能紅刃 那個聲音 難道是 為什麼蒼刃老哥你會在這啊 當然是來妨礙可愛的妹妹啦 不要殺了你喔 老哥 開玩笑的啦 其實是這個館的主人 拜託我來妨礙你的啦 反正你就來妨礙我就對了嘛 我正宰了你喔 話說 為什麼老哥你要聽他的命令啊 這該怎麼說呢 我跟那個人也不是不認識啊 什麼意思啊 蒼刀嗎 不是蒼刃嗎 真的是蒼刀耶 幹 對啊 前面有說紅刃有個殺人魔哥哥啊 對啊 好像是蒼刀喔 啊咧 你沒聽說嗎 嗯 媽呀 算了算了 不管怎麼樣也沒差啦 總之啊 紅刃 你就跟我來個比賽吧 唉 沒想到哥哥你跟那些人一樣 啊 居然跟惡魔定下契約 想要實現願望 MASAKA 怎麼可能呢 那我才沒有什麼想要實現的願望呢 嗯 我只是啊 我跟他們不一樣 啊 我雖然也是被僱佣 不過我沒有跟惡魔有契約喔 原來如此 好吧 那就認真比賽吧 嗯 來 天使與惡魔 喔 幹 這看起來就很擅長的遊戲 嗯 來說規則吧 是很有趣的遊戲喔 啊 這個就是遊戲的會場 左邊 紅色毯子 幹 這不是一代的金庫比賽嗎 左邊 紅毯子是你的金庫 右邊 藍毯子是我的金庫 中間的叫做天使的金庫 我們在互相的金庫裡面都有一千萬 遊戲開始的時候 要從對方的金庫裡面奪錢 啊 然後 喔 要選擇從 對方的金庫裡面奪錢 還是從天使的金庫奪錢選一個 那 從對方的金庫裡面奪錢 最多可以拿五百萬 那 如果從天使金庫的話 可以拿一百到兩百萬 那 玩家們都要到房間外面去 要判斷對方是拿了哪一個 喔 那麼如果 拿了從天使的金庫拿錢的玩家 叫做天使 那 如果從對方的金庫拿錢的玩家 叫做惡魔 啊幹 抖了一下 扣杯 抱歉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賭 我重看一下 我表現手又抖了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玩家就要出去了嘛 然後根據這個房間要判 喔 所以要根據房間來判斷對方是天使惡魔 如果惡魔的玩家宣稱自己是惡 如果對惡魔的玩家宣稱他是惡魔 那麼對手奪走的錢就會留一半 留一半回自己的金庫裡面 也就是說 如果五百元被奪掉就要付五百元 那如果對方的所付的錢不再金庫呢 就全部付出去 大概明白 那如果天使的玩家宣稱是天使呢 就可以收下一半 但是只有當你是選要偷兩百萬的時候才行 一百萬就沒有了 一百萬就都沒了 一百萬以下就是 好吧 試試看就知道了 但是對 我還沒有看懂 我覺得好複雜喔 不是 因為他用了一堆古力古怪的詞 我就覺得超難看懂的 對於天使來說 宣言惡魔的場合 要付三百萬的罰金 就是如果你要 簡單來講啦 應該簡單來講是 你要猜對方 簡單來講就是你要猜對方 是從天使庫拿錢還是從惡魔庫拿錢 如果你從惡魔庫拿錢 你又猜對的話可以收回一半的錢 對 但是如果你猜錯的話 錢就是全部是對方的 那如果錢不到三百萬呢 就要全部付出去了 要重複三次誰的錢多就對了 好啦 靠啦 可沒有問題啦 簡單啦 我們先攻 OK 我們可以先調查我們自己有多少錢 我們有一千萬 我要直接草到那邊衝五百萬 幹 爽 先直接搶他五百萬再說 好 我們是惡魔了 選擇結束 選擇結束 那哥哥你說我是什麼呢 啊 他說我是惡魔 糟糕了 真的嗎 可以嗎 一有 那我就宣稱你是 惡魔吧 蛤 倉刀說我們是惡魔 結果是 我們是惡魔 啊 我們的錢 全部被沒收了 啊 這個錢被付到了金庫 你 咦呀 拍誰啊 紅刃 啊 但是我覺得當小偷不好喔 無散 吵死了大哥 去死 該輪到他了 啊 對了 在訓言之前 哥哥告訴你一件好事喔 第二個是惡魔喔 蛤 要不要信是你的自由 來 說吧 可惡的大哥 大哥 一定是惡魔 啊 我又被騙了 幹 啊 我們還有繳三百萬的髮金 幹 哎呀 不可以喔 怎麼可以信哥哥 哥哥當然會騙你喔 這個遊戲結束之後 我一定會宰了你 臭哥哥 我們還有多少錢啊 喔 還有兩百萬 幹 剩兩百萬了 五百萬再加兩百 再加 再加兩百 再加三百萬的髮金 不行不行 這時候直接從那邊偷五百萬之外 沒有方式可以逆轉 只能再抽五百萬了 不能 只能這樣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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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只有這個辦法可以逆轉 選好了嗎 啊 你又是惡魔 啊幹 啊 我哥哥不記得把你養成這麼壞的孩子了 啊 哥哥哥哥哥哥是天使喔 天使 猜對了 得到了 他的兩百萬 我們拿了一百萬 我們還有一百萬 好像還有機會喔 等等 我現在從這邊偷兩百萬走 然後哥哥那邊如果猜錯的話 我還有機會再付三百萬的 的款 哥哥又猜我是惡魔了 你要付三百萬給我 嗯哼哼哼哼哼哼 太可惜了阿 老格 你要付髮金囉 唉呀真虧我輸了 叫聲 這次一定是惡魔 因為哥哥很壞 這個錢我會差太多啊 結果是蒼刀的勝利了 櫻霧蒼刀獲勝 太可惜啦 紅刃 那勝負是我贏了 哥哥 我再問你一件事情 你真的是來幫這個館的主人嗎 我就有那麼愛事嗎 沒這回事喔 紅刃 你好像搞錯了一件事情 這個館的主人並沒有打算加害於你喔 倒不如說 是想讓你過著普通幸福的生活呢 哎呀 如果你不當個殺人鬼 搞不好很幸福喔 你在說什麼啊 完全不懂 那 作為哥哥 總是為妹妹的幸福著想嘛 對了 話說回來啊 對了 如果你不喜歡被那個人關著 記得跟哥哥說喔 哥哥會馬上殺了那個人 放你出來的 因為啊 哥哥一定是紅刃的夥伴嘛 好啦 總之勝負就是勝負 你的魂魄交出來吧 紅刃 不行 不能輸 繼續 不要啊我不要去躲 幹你不能這樣講好不好 我好歹也是拉斯維加斯 那個什麼德州撲克第四名欸 是不是托德門戰第四名 你不要這樣子我也是得過名次的 好你個屁 幹真的第四名沒有騙你好不好 我想一下喔 他第一次插我是惡魔 他都插我惡魔嘛對不對 所以我全部拿金庫拿就好了 幹那32個人比賽好嗎 32個人的德州撲克比賽好嗎 你看我要賺錢了 電爆哥哥 呵呵我是天使 可惜了哥哥你要賺錢囉 哎呀投降了 哥哥我記得第一次是天使吧 不過一百萬不會分到我們這邊啦 我記得第二次的哥哥是惡魔 我記得第二次的哥哥是惡魔 欸我又罰了三百塊 欸等一下等一下是我記錯了嗎 欸我記得哥哥不是每次都猜我們是惡魔嗎 欸我記得哥哥是惡魔嗎 欸我記得哥哥應該是 欸我記得哥哥應該是 你哥哥哥第三次應該是 唱我們惡魔沒有錯啊 我應該只能從這邊偷了吧 我應該只能從這邊偷了吧 對啊 欸 幹 啊啊啊啊啊啊小輸一百萬哪 哈哈哈哈哈哈 啊啊 小輸一百萬 欸哥 我記得上個月你跟我去買台積電的股票 好像借了我兩百萬 現在要扣回來喔 我應該入我還贏一百萬啊 哥你不要這樣啊 我記得很清楚啊 你上次跟我借股票去付錢啊 不要騙我啊 我沒忘記啊 那快拿兩百萬還我 王八蛋 完了完了我要蹦蹦跳了 慘了慘了媽的智障 所以哥哥應該是 對根據我第一次的行動來決定 所以我只要第一次偷天使後面都偷惡魔就贏定了對吧 哥哥我記得是天使沒錯吧 然後接下來我就偷他的惡魔 哈哈 坑你的五百萬 哈哈爽 那哥哥第二次好像還是天使的樣子 對嘛 嗯哼 再小偷你個一百萬就好了 我已經 處於不敗的地位了 偷你一百萬就好了 哈哈又拿了一百萬 哥哥你要被我電爆了 發表結果了 嗯哼哼哼哼哼哼 哥哥你被打了你七倍的錢啊 贏你紅刃 阿哥哥要掰了 掰 嘿 欸 要了耶 不錯嘛紅刃 さすがお兄者に勝つんだ 那居然能贏哥哥呢 你啊 不要亂以為自己那麼厲害了你 好啦 我三個遊戲都破關了 快把翠還我 好啊 反正這個館的館主本來就說 紅刃贏了就可以還你 好啊 好啊 這裡是 咦 大小姐 翠 你啊 就是給人家添麻煩 蛤 我沒發現我添了什麼麻煩啊 不過不過 但是 那 但是好像大小姐做了什麼 總之謝謝啦 啊 這個感覺真討厭 等一下再刺死你 不要這樣啦大小姐 惡魔被刺也是會痛的 哈哈 啊 你們關係真好 好啦 那紅刃 那 你的管家也拿回去了 你要回家了嗎 嗯 當然沒有啦 那 我還要把這裡的管主給宰了 不然不能消氣 那 大哥 那個管的主人就在前面嗎 有啊 嗯 不過啊 進主人的房間 還有最後一場 跟那個 守門人的比賽 才拿走鑰匙 嗯 而且啊 鑰匙沒有兩個就沒意義了 鑰匙 再說他那裡有一個 啊 還好 雖然他魂魄被吸走了 不過鑰匙給了我 欸 紅刃 你有鑰匙啊 好意外 啊 不過居然你已經有鑰匙 那就簡單了 你就打倒前面那個人 就可以跟館主會面了 好啦 那我就慘了 那接下來隨便你們吧 欸 結果老哥你到底來這幹嘛的啊 嗯 呵呵呵 說老實話 因為很久沒有跟紅刃你玩了嘛 就這樣 那你們好好玩吧 阿扫 是嗎 那 我也覺得蠻有趣的就是了 嗯 那就好那就好 好啦 掰掰 掰掰 原來如此 居然發展了成這種狀態 嗯 話說你真的沒有被抓走的時候的記憶嗎 嗯 沒有耶 可是我是個惡魔 照理來說人類是不可能逮到我的 難道對方也是惡魔嗎 嗯 正常的想的話 這個館的主人也跟惡魔定了契約 欸 請問 正常想啊 嗯 那應該不是普通的惡魔吧 那 怎樣都好 反正啊 妨礙我的人 我一定會宰了他 就這樣 嗯嗯 真好 萬我陪你吧 嗯 下一個 還有一場遊戲耶 哇 來 等一下 先回去跟他講講話好了 喂 你這次真的給我添麻煩耶 啊 不好意思 話說為什麼惡魔會被抓啊 我也不知道 要說的話就是 對方可能是比我高位的惡魔吧 就算是惡魔 如果對方的等級比我們高 也是不能抵抗的喔 那 哇 可是雖然這麼說 有那樣的惡魔我是完全不知道呢 唉 你真是一點屁用都沒有耶 你這一次 那算了 啊 以後啊 就把你的名字從派不上用場的雜魚 剪成Yakuza吧 討厭啦 大小姐不要這樣 啊 少年喔 少年葛屁啦 第一關就死掉了 少年第一關就葛屁了 好 兩位